Automachy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和大家聊聊车讲讲车 讲什么车呢? Nissan Almera Turbo 这款车在发布之前普遍被认为是一款很有竞争力很有潜力的车型 但是在发布之后 它的这个销售反应和成绩 远远不及他的这两个主要对手 讲外形他有 讲配备他有 讲动力他也有 那为什么这款车推出之后 它的这个销售方面反应并没有预料从那么出色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点我们先来谈谈它的这个价格 那价格是第一代的Nissan Almera 能够 在本地成为V segment的三大天王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这个一代Almera 总共是有四种车型 价格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那基本上是一个6万多到7万多的一个 price range啦 6万多就能买到一台日系的V segment Sedan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房车啦 听起来就是很ons 所以 当年这款车呢就算它开起来多么的无感 多么的boring 多么的粗糙 但是它就是现在够便宜 而且够省油 还是能够吸引到不少的买家 尤其是那些不想开国产 但预算又不高的消费者 那来到了第二代 这个Almera 在引擎还有这个配备 还有外观上啦都有大幅度的这个改进 基本上就只有车名是一样罢了 但是就因为综合这一些因素呢 在价格方面这个第二代的Almera 它是贵了不少 那从旁边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Almera的Turbo呢 它的价格是 大概7万多到一个9万多令吉的这个门槛 那再相比这个上一代的车型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你这个第一代的Almera的 顶配版的价格呢 甚至买不到现在这个AlmeraTurbo的入门版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比是很不公平的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segment它的买家其实是对价格相当的敏感的 而且和另外两位V7的天王也就是 Jordas Vios还有这个Hontas City相比的 其实这两位天王他们的价格是更加具有优势 也让这一代的这个Almera在这个定位上就稍微有点尴尬了 第二点我们来谈谈这个动力 其实在这一方面呢AlmeraTurbo算是完全占尽优势 因为它有Turbo 那在这边我们就做出这个列表啦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输出表现是如何 它在马力方面呢和另外两位对手相比 是稍微比较低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峰值扭力上它是最高的 而且因为有Turbo的关系 它2400转就释放出这个峰值扭力了 是另外两位对手望尘莫及的 而且我们在实际试驾了以后呢 我们是发现到它的这个力水呢 是真的是比这个账面上还好 这方面它完全不输City和Vios 不要跟我讲什么马力多了几匹啦 你如果真的有看过这个涡轮车的话 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扭力来到比较快 在低转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力水比较饱满的感觉 对我而言就是它跑不快啦 但是至少在加速感方面 这方面它真的是比较让人感到满意 比较饱满也比较随传随到 而且这台车其实跑高速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小CC不足 马力比较低的问题 我试过跑到一个蛮高的时速啦 我觉得City和Vios 可能都比较难做到 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一台涡轮车 它的这个峰值扭力是比较提早 释放出来 转速也比较低 相比NA车啦 那这个不是重点 我要讲的是 转速比较低也就意味着 这一台车 日常驾驶的时候呢 很大可能它的这具引擎 一般上都会比 其它的NA 还要来得近 加上这个Almera Turbo 它的三缸引擎 在震动意志方面其实做得相当的好 没有什么抖动的感觉啦 以NVS 来说我觉得它整体是相当的出色的 甚至我觉得 因为它的这个引擎比较近的关系呢 它的隔音其实是三位当中最好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啦 在动力上它有什么不足呢 就是它的保养啦 不是成本 因为基本上它的这个保养费用啦 和另外两位同机相比啦 还算蛮便宜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保养的心思啦 因为这个Almera Turbo 基本上每7000公里 就要service一次 然后 Turbo 引擎对黑油也是比较讲究啦 就是你要准时更换这个黑油 需要定时更换 问题就来了 应该有不少人就会想 哇好像比较麻烦哦 会不会不耐 会不会多问题 这个就是它的不足了 不是它的问题 而是这个segment的消费者 普遍对于这个花费上是比较敏感的 还有就是大马的这个车主啊 普遍观念就觉得 车子打开引擎盖的次数越少的话 这台车就越好 最好是 不用保养 完全就good啦 也因此呢 这方面Almera Turbo 就算吃了这个亏 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啦 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用过 你是不会发现到它的好发现到它的差别的 那第三点 我们来谈谈它的这个空间表现还有舒适性 其实这一台车在这方面它的表现算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可以用好来形容啦 就整体做起来蛮舒适 然后我刚才说它的MVH 很好 然后空间表现 以同级来讲也是ok的 但是问题是它整体的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 因为比起另外两位对手来说它并没有特别的好 至于在这个消费者 普遍也很关注的配备方面 其实这个Almera Turbo 它已经是全新拥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 以及自动急急刹车 在这一方面它甚至是比对手还要更加出色的 不过问题又来了啦 V-Segment 的买家普遍上大部分大多数啦 都是考虑这个实用 耐用 还有方便多一点 考虑到这个Almera Turbo 有涡轮 然后在售后服务的这个Friendly 方面又不够另外两位这个日系对手来做一个比较 这方面我不是说这个Nissan Malaysia 的After Sale Service 声插 但是讲到口碑 讲到这个Brand Value 还有Brand Power 讲到耐用 省心这一些东西 基本上这些也是大部分V-Segment 小费者会关注的东西啦 还就是这个Spare Bar 容易不容易找啊 外面的这个修车佬会不会修这款车啊 这一些等等的问题之下呢 很显而易见的就是 另外两位B-Segment 的网红也就是这个City 还有Vios 他们在这方面是比较占有优势的 因此呢在综合这一些因素之下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Almera Turbo 它的这个销量并没有预期般那么出色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 平行而论这个第2代的Almera 在没有上一代车型 最大的优势也就是 价格之后呢 它的这个销量没有上一代车型那么的出色是情有可言 也可以算是预料之中啦 但是实际的这个情况就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了 根据上次我们所拿到的资料啦 截至今年的4月份 这一台车只卖了2000多辆 几乎是另外两位 同级对手一个月的销量这样子啦 有点可惜毕竟这一款车它的本质是不错的 无论是在动力啊 舒适性啊 NVH 驾驶感啊 还有空间表现方面 它整体都是相当的OK 那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 因素这几点 让这一款车就算有这一些优势 它也没有办法能够 让市场有所反应 但是有时候这个市场反应就真的是 我们所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啦 也的确有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措手不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台车在我们的邻国 也就是泰国啦 其实它的销量哦 只是排在这个Honda City后面而已 也就是说是第2好卖的B segment车款 但是在泰国其实这台车它的这个价钱啊 是相比起另外两位主要对手还要稍微便宜一点啊 不过其实泰国人对于这台车的 这个整体表现是相当的满意的 包括当地的这个汽车媒体呢 也是对这台车赞不绝口 其实我们这里的汽车媒体对这台车也是蛮喜欢的啦 只不过这台车的这个反应在我国呢 不怎么瘦弱就真的可能是综合刚才我所说的那一些因素 而产生了 就不知道你们对这一款车 这个Almera Turbo 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呢 在B segment 当中如果要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它还是选择另外两位对手 这里又有没有这个Nissar Almera Turbo 的车主们呢 有的话 通通 大家都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发表你的意见 发表你的心得 当然车主的话也分享你的这个经历 以及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Almera Turbo好了 好啦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吝啬 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